香港才女林燕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放眼香港 有两个人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男的是周润发 女的则是朱玲玲 朱玲玲是谁 她是连李嘉欣都羡慕的港姐双料冠军 是让霍振婷一见清新的女人 如今又是郭晶晶的婆婆 也是被称为香港戴安娜的慈善皇后 但相比这些光鲜的头衔 她自己本身更加耀眼 虽然被誉为香港戴安娜 但她的命途比戴妃要顺遂得多 当然这好命的背后 离不开朱玲玲的智慧和勇于追求自我的勇气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朱玲玲出生在缅甸一个华人家庭 父母给她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成长环境 让她养成了追求自我的性格 读书后的朱玲玲在语言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 到香港后没多久 她就学会了广东话 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除了天赋异禀外 身材和美貌的加持 让朱玲玲很自然地成为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无论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 1977年 身为业余模特的朱玲玲 参加了香港最富盛名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 聚光灯下的她 脸上还有一些羞涩 可面对台下的名流们却丝毫不切场 阳光自信的性格和流利的英语 让朱玲玲成功征服了场外的观众和场内的评委 最终摘得冠军和最上镜小姐两个奖项 成为香港小姐历史上第一位双料冠军 颁奖典礼刚结束 朱玲玲就收到了一个特大花篮 送礼者是拥有绅士风度的霍家长子霍振婷 霍振婷丝毫不掩饰对朱玲玲的爱慕之情 声赞她不愧是双料冠军 风度让人着迷 这些看似场面上的奉承话 让出入社会的朱玲玲喜笑颜开 但彼时她还没有想过 不久的将来自己 会和香港顶级豪门结下不解之缘 港姐选拔落下帷幕后 朱玲玲也踏上了往届港姐的必经之路 进入五光十色的演艺圈 1978年4月 在公司的安排下 朱玲玲出演了首部作品《马力观77》 和影视作品同时诞生的 还有她的爱情 而她的骑士正是霍振婷 为了抱得美人归 霍振婷也是用心良苦 朱玲玲每次收工 都会看到手拿鲜花 依靠在车旁的霍振婷 只要朱玲玲出现 霍振婷就会笑容可居的 走到跟前并递上一捧玫瑰花 这童话般的一幕 让不满二十岁的朱玲玲 根本无法抗拒 她大方地接受霍振婷的示爱 随后两人一起出入高档餐厅 轻柔的音乐 绝佳的菜品 眼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豪门贵公子 都让朱玲玲陶醉 霍振婷也是剧组的常客 每次探班都会在 朱玲玲的梳妆台前 摆放一束玫瑰花 那会香港的玫瑰花 都是从东南亚进口的 这样豪气的做派 哪个女生能抵挡得住呢 此时外界已经开始 疯传她们的绯闻 霍振婷非但不避讳 反而越发要彰显自己的深情 有一次 公司为朱玲玲准备了宣传招待会 得知消息的霍振婷 立马放下手头工作 亲自现身为心中的家人助阵 造势 当看到记者即将撞到朱玲玲时 霍振婷一步上前 将朱玲玲和记者们隔开 给朱玲玲带来极大安全感的同时 也引发了现场的骚动 面对这样的霍振婷 朱玲玲感觉自己就是童话世界里的公主 很快她们就正式确定了情侣关系 但和朱玲玲的满心欢喜不同 她的母亲却有自己的担忧 得知对方出身豪门又已经32岁 朱母有些不放心 虽然自家没有霍家那么显赫 但好歹也是小康家庭 生性好强的朱母不想背上攀权富贵的名声 还担心霍振婷只是贪图女儿年轻 漂亮 生怕日后被辜负 所以投了反对票 但已经感受到爱情甜蜜的朱玲玲 却坚信自己的眼光和直觉 和朱母的迟疑 担忧不同 霍家很愿意接受朱玲玲 朱母见女儿如此坚持 霍家对女儿也颇为满意 便成全了这段姻缘 1978年9月25日 恋爱9个月后 朱玲玲和霍振婷的婚礼如约而至 这是一场可以和王室相媲美的世纪婚礼 霍家出手极为阔绰 礼金高达1000万港币 婚宴酒席多达360桌 道场嘉宾足足有4000人 从最美港姐摇身一变 成了无数女人羡慕的豪恩贵妇 那份风光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的感觉 让朱玲玲为之沉醉 在给姐姐打电话时 朱玲玲兴奋地说 祝福我吧 我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开启自己新人生之旅的同时 朱玲玲也开启了港姐嫁入豪门的先河 此后的港姐们都以朱玲玲为偶像 挤破脑袋想成为豪门的一份子 但一场世纪婚礼只能证明浪漫是眼前的 却不能保证童话爱情可以延续终生 朱玲玲后来的经历和选择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朱玲玲本身在霍家的地位是很稳的 婚后她为夫家开支散业 先后生了三个儿子 又因为公共霍英东极为重视 她经常跟着丈夫和家族人出席重要场合 还曾会见过外国使节和国家元首 从这点来看 朱玲玲得到霍家的认可 并不仅仅是因为足够漂亮 还有她清白的出身 健康的形象和充满智慧的头脑 朱玲玲一直都是豪门媳妇中特别的存在 连生三子的她 本可以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 出席一下场面上的聚会或者活动就好 可朱玲玲不然 那种一眼望到底的人生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始终在寻找自我价值 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暗于享乐的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 为了不辜负港姐的身份和头衔 朱玲玲一直为公益事业奔走 要么资助贫困儿童 要么去养老院慰问 她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量 给那些身处黑暗的人带去一盏明灯 朱玲玲的真诚和坚持让人感动 为此她赢得了慈善皇后的美誉 在朱玲玲看来 她和霍振廷的结合是因为爱情 所以哪怕不奋斗也可以锦衣玉食一辈子 但她还是想保留那份自我 这份清醒和不被安逸的生活所迷惑 就是很多空有其表的女性不具备的 或许这也是霍英东敢于带她见外宾的原因之一 她深信这个儿媳妇不是花瓶 她有足够的能力撑起霍家的体面 原本外人都以为 朱玲玲和霍家会始终捆绑在一起 但在婚后的第27年 朱玲玲却选择离开 走得坚定又决绝 对于离婚原因 无论是朱玲玲还是霍家都没有对外公布 但从港媒的报道中 外人能够亏得一二 归根结底 是朱玲玲追求自我的天性 与霍振婷的性格 霍家繁琐的家规不匹配 出生在1958年朱玲玲 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 她喜欢摄影 旅游 跳舞 喜欢尝试各种有趣的生活 不喜欢上流社会过于频繁和虚假的应酬 但对于霍振婷来说 交际应酬是必不可少的 她每天穿着定制西装 忙于和达官贵人 商界精英应酬 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意识到和丈夫的价值观有着巨大差距后 朱玲玲尝试去修补 她曾尝试向霍振婷推荐 评价小吃并提议去逛逛夜市 可得到的却是霍振婷冷漠的回应 和不屑一顾的眼神 这时她才幡然醒悟 原来她和霍振婷压根就不是一个轨道上的人 这样没有趣味和共同话题的婚姻 让她觉得索然无味 除了丈夫本人很古板外 豪门深院的规定也犹如一把无形的枷锁 让朱玲玲有种窒息感 当年的霍家允许女性代表家族出席一些活动 但退去在外的华贵 霍家的女眷们并没有那么自由 甚至佩戴一个首饰都要打欠条 朱玲玲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有一次她要陪霍振婷出席一个重要庆贺宴会 盛装打扮后 她发现脖子上的项链有些过时 就吩咐管家帮自己找几条 让朱玲玲惊讶的是 管家在拿来项链的同时还拿来了一张登记册 需要她详细填写什么时间段借了家里哪款项链 看着眼前的结局 朱玲玲突然觉得很讽刺 明明自己是霍家人却有种被低方的感觉 也是从这时起 她对豪门生活深感厌倦 她也曾试图反抗 建议丈夫搬出去另住 但却遭到了丈夫的呵斥 她想有点自己的小事业 便有了和朋友开一家珠宝小店的行动 为了躲避港媒和婆家人 她特意将小店开在英国 谁知小店刚开业 就被港媒报到 消息传到霍家 霍振婷一个电话将朱玲玲叫回香港 等待她的是家人的冷脸 朱玲玲想据理力争 但家规不容置会 她只能将小店全盘交给合伙人 事后朱玲玲尝试和霍振婷沟通 可等来的只是一句 本本纷纷在家带孩子 不要出去惹麻烦 朱玲玲的叛逆 导致她和霍振婷的感情 渐渐生出裂痕 随着争吵的升级 朱玲玲越发觉得 自己好像生活在牢笼里 若是一般女子 大概会选择任命 就算为了下半生的富贵荣华和光彩 也要忍辱负重 朱玲玲则不然 豪门的束缚让她痛苦不堪 她一直想做自己 加上有关霍振婷的绯闻 甚消沉上 让她忍无可忍 终于她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2000年 因为和霍振婷渐行渐远 不想继续隐忍的朱玲玲 带着小儿子霍启人搬出了霍家老宅 这也成了新闻的头版头条 面对外界的风言风语 张子霍启刚曾试图为母亲解释 表示母亲只是想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记者不甘心 又天天围堵霍振婷 眼界事情越闹越大 掌门人霍英东只能亲自出面 让朱玲玲回家 公公的面子 朱玲玲不能不给 又考虑到夫妻间二十多年的勤奋和三个儿子 朱玲玲最终选择了退让 她以为经此风波后 和丈夫的婚姻开启新的模式 事实证明她错判了 霍振婷依然忙于自己的事业 不回家是常态 留给朱玲玲的依然是那间 华丽的却充满孤独感的房间 一直到2003年 忍无可忍的朱玲玲 再次带着小儿子搬离了货架 对外的理由就是 陪伴小儿子读书 此时的朱玲玲已经45岁 向来清醒的她并不是闹小兴子 这一次的离开 她已经做好了不回头的准备 虽然外界的报道从未停止 可朱玲玲已经不在乎 但每逢货架需要她出面 为了公公和三个儿子 她都不会拒绝 只不过和霍振婷不再有交流 回到平常日子后 朱玲玲过得很洒脱 除了忙于公益事业 她用旅行 摄影等爱好 来填充自己的生活 似乎在努力填补 年轻时错过的时光 2005年 朱玲玲彻底恢复自由身 她和霍振婷27年的婚姻生活 也走向了衰亡 曾经的童话婚姻终究没有抵挡住 三观不合和岁月的侵蚀 虽然有些许遗憾 但她并不惋惜 她终于卸掉了捆绑在自己身上的枷锁 可以只做朱玲玲了 离婚后的朱玲玲活得如沐春风 每次出现在镜头前 她都笑容满面高贵典雅 可以看出她把生活经营得很如意 和霍家她也始终保持友好的关系 前公公霍英东去世 她以一女的身份帮忙操办丧事 长子霍启刚大婚 很多事情她也是亲力亲为 种种行为就能看出 朱玲玲的智慧和胸襟 都绝非一般女子所能比的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离婚后的朱玲玲会选择孤独中老时 50岁那年 她却又一次震惊了湘江 她二婚再嫁豪门 对方就是相识多年的罗瑞康 大婚当日 罗瑞康就宣布会和太太共享 46亿身价 但主动离开货家的朱玲玲 自然不在乎金钱 她只希望能找到一个 欣赏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显然罗瑞康就是那个对的人 迎来人生第二春的朱玲玲 每次提到现在婚姻时 说的最多就是 我很开心 她脸上的笑容 也印证了她内心的世界 在朱玲玲的言语中 罗瑞康跟自己很合拍 她尊重自己的兴趣 爱好 还支持她 从事钟爱的摄影和慈善事业 媒体的镜头下 朱玲玲经常和罗瑞康 十指相扣逛平价商店 他们低调朴素 但难掩幸福 所以说 加入豪门并不是目的 找到哪个真心疼爱自己 了解自己的人才是理想 当然朱玲玲最让人敬佩的一点是 在婚后虽然她被丈夫捧在手心 可她没有被眼前的幸福冲昏头脑 依然坚定地走在追求自我道路上 为了提升自己的摄影技术 她拜师学艺 不但举办个人摄影展 还多次在国际上拿过摄影奖项 同她将爱好和公益事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其摄影展所的基金全部用于 看得见的希望计划中 帮助无数市长人士恢复势力 活出自我的她 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容颜 可依然光彩照人 这都是她自己争取得来的结果 世人提到朱玲玲时 都喜欢用好命来形容 殊不知 命运是最不讲道理的 她从没有放弃和命运抗争 所以才活成了人生赢家 她说 抓紧机会选择自己所爱 在爱自己的选择 能紧紧抓住机会的女人 才最好命 可供 or和命运抗争